好,我們來做一個藝術的例子 在這個圖案上顯示一個圖形ABCD 它就說部分A,P就是在圖形的裏面 它就跟Aboy和DocC是一樣的距離 跟Aboy這條線和DocC這條線是一樣的距離 又是一樣的,想幾個項目 最明顯的就是它的中間 它的中間跟Aboy和DocC是一樣的距離 也很明顯的就是這裡的中間也是一樣的 同樣地跟Aboy和DocC是一樣的距離 其實不單止是這個位置,任何這些位置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應該猜到這條線是一條橫線 因為它無論是在哪一個位置 它跟AB的距離和DocC的距離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一條就是Locos 所以這一條就是Locos 它是要你描述的,可能你又要描述的 所以這條Locos是Line Segment 它是Line Segment 不是一條垂直線 因為它是Line Segment 因為它是Line Segment 它是Line Segment 所以它是Line Segmen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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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這條線是距離3cm 永遠距離3cm 我馬上想到的就是它會在這個位置 馬上想到的它會在這個位置 因為它會不斷距離BC 距離BC 這裏全部都是3cm的距離 所以這裏是那條線 但是來到這裏就要注意 由於BC那條線是這麼短的 即是它應該去到這些位置 就變成跟Point B一樣的距離 即是這裏是3cm OK 接著這裏應該是曲線 因為我要不斷地跟位置 跟Point B一樣的距離 這裏應該是曲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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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裏是3cm OK 這邊Point C也是一樣 它會維持在3cm的距離 所以這裏會是3cm 3c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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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然後由於它是曲線 外面的距離 所以它這裏會斷開 這個就是Point P的軌跡 它就會這樣走 OK 這個就是Locus of P 當然 你考試的時候 你畫這麼多條線上去的話 我會當你錯 你要確定 究竟 哪條線打哪條線 你在說Locus of P 在哪條線 最好 我建議你 要不就拆走那些不關事的東西 要不就用虛線 OK 你考DSE的時候 你自己都要注意 考DSE很少叫你Sketch 通常都是叫你回答那句句子 就是什麼Angle Bicector 或者Perbendicular Bicector 可能它會要你回答這些字 但是你要記住 因為DSE它是掃描下去的 你不要想著用不同顏色 就會看到 其實都會看不到 你自己就可能用實線和虛線去分析 OK 這個就是Locus of P 要形容這條線實在太困難了 我想一下 因為它斷開了幾節 我想我會很詳細地解釋 The locus consists of a line set one and two semicircle outside the rectangle the line segment is 3cm long parallel to bc and at a distance of 3cm from bc the semicircle of radian 3cm and center b and c respectively 作了一篇文字形容Locus Locus很难形容 我写了一段很大的文章 它是一条线再加两个半圆 这条线是和bc parallel的 而且距离3cm那么多 至于这个半圆是和b同c做中心 分别和b同c做中心 radius是3cm 好的 这条线就是你的Locus page 3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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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